文化文會出席委員8元以至法庭人數 好 我們現在正式開會 那請議事人員宣讀議事錄 宣讀立法院第九屆第一會期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34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6月13日 星期一上午95分至11時43分 地點紅樓301會議室 出席委員蔡世英等11人 列席委員鄭天才等25人 請教委員林長佐 列席人員 喬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欣欣及所屬人員 主席劉招及委員事發 報告事項 一 宣讀上次會議一失錄 決定確定 二 邀請喬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欣欣報告業務概況 並被質詢 喬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欣欣報告 委員蔡世英等11人質詢 均由喬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欣欣 政務副委員長田秋景 及所屬華僑通訊社社長陳毅芳 喬民處處長莊瓊之 喬商處處長林瑞隆等及其答覆 決定一 登記質詢在場委員均已發言完畢報告及尋答結束 二 委員所提口頭及書面質詢未及答覆或要求提供之資訊 請喬務委員會於二週內以書面答覆本會各委員並付之本會 委員令指定期限者從其鎖定 三 委員劉世邦等四人所提書面質詢 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以上宣讀 好 請一下委員對於上次會議議事錄有沒有遺漏 或者是錯誤 那沒有的話 那議事錄就確定 那請議事人員宣讀報告事項 宣讀本日議事日程報告事項 二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關於0.2.19未信民眾遭違法搜索扣押案 即0301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發放獎勵金案 相關文件調閱專案小組已完成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 並經召集人核定在案 原提報本次會議 三 處理院會交付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國防部提出書面報告後使得動知等次案 一 後勤及通知業務向下業務費預算凍結500萬元案 二 後勤及通知業務向下軍事單位裝備零附件購置及保修 預算凍結2000萬元案 三 第二項決議 一 軍事行政預算凍結500萬元案 四 第二項決議 二 軍事行政預算凍結1000萬元案 以上宣讀 好 謝謝 那有關報告事項第二案調閱小組的處理意見 另定期處理 好 沒意見 請問一下委員 報告事項第三案國防部提出書面報告 即可動知之四項凍結預算案是否同意動知 好 沒意見 好 請議事人員宣讀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 處理院會交付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國防部教育訓練業務預算凍結300萬元案 二 審查行政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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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二 審查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議軍事教育條例第6條第16條及第21條至2條文修正草案案 以上宣读 主技局局长陈国胜少将 军医局副局长陈建彤少将 战略规划司代师长李挺胜少将 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正奇先生 法律事务司法规处处长戴天鹏先生 国防采购是代主任王熙如少将 人事参谋次长市次长徐延浦中将 作战级计划参谋次长市次长江振中中将 后勤参谋次长市次长尚永强中将 训练参谋次长市次长陈晓明中将 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瑞中将 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中将 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范大为少将 国防大学教育长杨基荣少将 好这几位 欢迎列席我们的外交跟国防委员会 那那我现在请国防部李副部长就军事教育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 以及105年度国防部及所属主管预算决议教育训练预算冻结案做综合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 今天大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军事教育条例的第6条第16条第21条之二的修正草案 本人应邀列席报告深感荣幸 军事教育条例自88年7月14日公布施行后 历经四次修正 最近一次于102年12月11日修正施行 自卫使现行国军教育体系上更具完整性 提供自愿役现役军人利用公余之辖得于营区就读学位在职专班的进修管道 便立其就近公读学位 同时兼顾战训本务 原此本部离据军事教育条例第21条之二修正草案 其能透过扩大国军官兵在职进修管道的方式 鼓励国人踊跃从军 进而促进募兵制政策的顺利推展 另外为配合推动募兵制战刑条例及高级中等教育法统一相关用语 修订第6条及第16条部分文字 本次军事教育条例共计修正三条条文 在研修过程中已与教育部多次研讨 并由其提供专业意见 经本部法规委员会审查后 承报行政院 过程审慎专业 另有关本部办理预算解冻案 即军事行政等5案合计新台币4300万元 针对委员关切个案执行现况 检讨与经济作为等4项 本部均依结议事项要求完成书面报告 承送大院 一请各位委员鼎力支持预算解冻 必使国防施政顺利推行 本修正案完成后 可符合军事教育特性及实务需要 敬请各位委员多余指教及支持 修正案相关内容 请本部人事参谋次长 向各位委员先进报告 谢谢各位 主席各位先进 本部研理之军事教育条例第6条第16条第21条之二修正草案 全案报告及区分 政策目标修法重点 相关法令影响评估 执行资源额及经费影响评估 冲击层面影响评估等 依序报告如后 一政策目标 本次修法之政策目标 卸位使国军教育体系 更具完整性及进修管道多元化 提供支援役现役军人利用公余机之辖 得于营区就读学位在职专班之进修管道 原理据军事教育条例第21条之二修正草案 定名国防部得协调大专校院 于营区内开设学位在职专班之法院依据 二修法重点 本条例共计23条条文 本次修正继3条条文修正要点如下 一修正条文第六条 为服现行法制用语 将大专院校修正为大专校院 二修正条文第16条 为符合现行法律的名称 将高级中学法修正为高级中等教育法 三新人条文第21之二条 增订国防部得协调大专校院 于营区内开设学位在职专班 并授权定定相关招生办法 三相关法令影响评估 本条例为本部军事教育之法律 本次部分条文之修正并不影响其他法律之执行 其他法律亦无需配合检讨修正 为修正公布后应并同修正本部 现役军人营区在职专班招生办法 法规命令被配合军事教育条例同步实行 四执行之原额及经费影响评估 一本次部分条文之修正无需增加原额 二配合现行国军军事人员公余进修实施规定 针对学位证照进修 已有补助的规定将不另增加政府的预算 五冲击层面影响评估 本次军事教育条例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之二修正草案 已邀及教育部本部法律司等单位召开多次征询及研商会议 符合法制作业之原则 并有利军事教育体系之完整 对于募兵制政策长期推动 具有宣导鼓励国人从军与兵员稳定之正面效果 无相关冲击的影响 报告完毕 恭请知道 好 我们再来补充介绍吕孙林吕委员也到现场 那还有这个教育部的列席的官员 高等教育师的副司长朱俊章 朱副司长 那记职专门委员江秀珠江专门委员 还有学前教育署高中职组的赖文静副组长 法务部法治司检察官周文祥 还有行政院主计总处的专门委员 曾幻栋曾专门委员 好 谢谢 那请问一下那个教育部要不要补充报告 有没有要做口头的补充报告 没有了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寻答 那本会委员是8加2分钟 非本会委员是6加2分钟 10点半发言登记截止 好 第一位我们请蔡适应蔡委员 主席能不能请国防部副部长就北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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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長 早安 那個副部長 今天我們要審查是軍事教育條例 那首先在審查前 我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你 第一個 就是在我們的軍事教育條例 我們總共有三條要修正 對不對 第六條 還有十六條 還有二十一條 之二等等 好 那我看到你們的第六條裡面 你們有寫到說 你們希望把它修正叫做 大專院校 大專校院 修正為大專校院的部分 可是啊 我看到了這個 立法院法治局 曾經為了這件事情做了一個 開會的會議紀錄 然後這開會的會議紀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希望把它改成叫做 專科以上學校才對 那我不曉得說 我們國防部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報名 這之前在討論的時候 因為這一部分是我們和教育部 在共同研討 當時是為了法治用語 所以是在教育部 還有我們各法治單位 共同研討之下 把這部分的名稱做了一個調整 但委員這部分所提出意見 我們是不是再跟我們 再跟教育部再研究一下 教育部也告訴你們說 是要寫專科以上學校啊 所以我才說你們都沒注意到喔 你們的人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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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你們的人齁 這個會議裡面 你們的人是這樣講啦 是講說大專校院 然後你們就講了理由一堆 講完之後 教育部裡面的回覆 你們就寫說 我們都進行把它改成專科以上學校啦 所以我是建議第一個齁 就是在第六條法規的部分 我是建議把它改成專科以上學校 那我覺得其實對整個案子 其實沒什麼太大的關聯性 沒有影響 影響不到 然後再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們有曾經做過評估報告 這個座談會齁 什麼時候召開的呢 就是2016年的4月15號 針對這個事情所召開的這樣的一個 報告的座談會齁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座談會裡面齁 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副部長想請教 你的第十六條 的學校目前是適用哪些學校 第十六條的部分 除非中康考得以國民教育高級中學 第十六條 是 對 第六條跟第十六條 第六條目前適用的學校是哪些學校 這個跟委員報告 第六條剛才委員所提 就是專科以上的所有目前的大專以上的校園 都包含在內 公私立的都包含 對 所以都把它包含在 對 都包含進去 那第十六條呢 第六條是 德意國民教育法 及高級中等教育法的規定 那這裡面所提的 請委員看到 在我們的修正條文裡面 前項學校裡面所 分設國中部及高中部 就是有國中部和高中部的 也是包含國內所有的公私立的 高中的學校 高中辭的學校 都包含在內 實務上有設了哪些學校 不就你們中正育校而已嗎 不是嗎 現在中正育校沒有國中部啦 那你們國中部現在哪個地方有設 沒有 沒有嘛 實務上沒有嘛 那高中部的部分呢 高中部的話 我們高中部只有中正育校 對嘛 所以實務上目前第十六條 適用執行的學校就是中正育校 限時狀況是這樣子嘛 是 那第六條 限時狀況在執行就是三軍官校嘛 是 跟中正 跟國防管理學院嘛 是 所以他其實就是把這個名稱 把它改過來而已 是的 好 所以我想這大概沒什麼太大的意見 是的 再來 二十一條的部分 呃 我講一下齁 就是說在二十一條的規範裡面 你們的寫法裡面齁 在法治局的這個報告書裡面齁 他寫了幾個東西齁 是 第一個齁 他認為說 到底我們把營區的這個學生啊 在營上課的這個學生齁 他是特殊身份 還是因為特殊的狀況 而有開這個課的必要性 呃 抱抱抱抱抱 您說還我說 是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不是因為 學生的身份來特定 當然 而是我們依據他的單位的特性 單位的地點 所以 所以我們開 我們為什麼要修這個法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他們這些人的特殊身份 而是因為他們的特殊的地點嘛 特殊的任務 所以我才會說 一樣在這裡面有寫到 剛才副部長你講的這個內容齁 所以他才會要求做一個 重新修訂的一個部分齁 那重新修訂的部分呢 他們在21條之二的第一項 第二項第三項裡面 事實上 他都有提一個建議的版本齁 建議的版本裡面他們就講說齁 就是剛剛我們副部長講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營區的在職專班 跟學位的授予 依學位授予法的相關規定給予 這個都有講到齁 然後另外就特別的強調說 因為我們的營區的特殊的特性 是不是要考慮在裡面 加上的所謂的遠距教學 這樣的一個內容在裡面 我告訴你 這是 我們有考慮到這個 對 這是給你們的建議方 因為事務上的話 委員這個建議非常好 你們在執行上也有困難 另外一個我想問一下 你們認為這個在職專班 是大學 碩士 博士都要開呢 還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有包含副學士 有包含學士 也包含碩士學 博士班沒有 碩士班在哪裡開 碩士班也可以在營區裡面開 是營區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在座幾位 教育部的人有沒有來 對 麻煩教育部也說明一下 委員好 你們的態度是什麼樣 在營區裡面開 副學士班 學士班 碩士班 對 目前我們跟國安部的討論結果 基本上是開到碩士的層級 博士層級目前是不考慮 對 那你如果這樣的話 那以後 他的碩士要不要招考啊 還是直接報名就 還是要經過招考 那你的招考怎麼招考 招考目前我們 就變申請了啊 因為你在營區 這個營區就幾個人而已 符合這個可能五個人 你要入區幾個人 他是以單獨招生來看 那學校還是會 就學生他提報的資料 來做審查 對啊 那所以問題是 你的報名人數就有限啊 是 所以你的碩士 在這碩你怎麼開 你根本開不起來啊 你除非就是全部都念 否則你怎麼開 基本上學校跟國王部在協調的時候 會去就整個開班的一個 我不是建議這樣子好不好 副部長 副部長我想請教你 我們做這個事情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募兵制的問題啦 對不對 我們希望這些人 在軍旅服役的生涯過程當中 也能夠做這些事情喔 我不是比較建議的做法 是證照班要開 至於給學位的班 我是覺得你們可能 要再考慮一下 因為給學位的班 會衍生很多的問題出來 如果今天我們是給他學分班 OK 如果說要給他們進修學位的話 現行的辦法裡面 就有載營的官兵 附大專院校進修的規定 那為什麼沒辦法落實的原因 是因為部隊的長官不願意放人啊 所以我倒覺得其實是 如果今天我們要鼓勵 募兵制這件事情的 載營的官兵 有機會載職進修的話 你是不是就這個部分來做放寬 會遠比說我在營區裡面開設來 相關的學位班來得更好啊 因為你開設的學位班 阿兵更有選擇學校的權利嗎 我看也沒辦法吧 因為是由你們 直接國防部跟某些學校簽好的約嘛 不是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國安剛剛提到的那個證照班 我們開的比學分班還要 我當然知道證照班 所以我支持你們開證照班 所以謝謝委員的支持 但我是說學位班 你們是不是要再重新考慮一下 會有這些問題 我們會考慮市場的問題 我們會 這等一下再講 然後另外我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我剛剛募兵制的部分 網路上有提了幾個東西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到 對於我們的募兵制 一直沒辦法有效的能夠完成 他提供了幾整的建議方案 第一個 沒有做好人力管理的概念 第二個 注重表面的績效 未能視能用能 第三個 照顧部署成為空談 第四個 崇尚浮華的表面功夫 第五個 官微凌家專業 不求進步 第六個 軍事教育使被準則不知變通 第七個 資料嚴重造假 這是許多基層的軍官 有關在網路上的留言 那我想說 部長你也參考一下 為什麼他們這些 仔細想一下 我們是不是有需要改進的一個部分 再來 我們的新部長曾經講到說 我們有個重要的文物 現在未來要繼續保存下去 這個曉得 那 我們的陸聯廳 我們的陸聯廳 花了多少錢 陸聯廳 報員 我之前是市長跟你報告一下 陸聯廳 它是核定的 這個市定的古蹟 那麼事實上 它再過去 市定古蹟 是台北市市定古蹟 是 是 所以因為台北市有市定古蹟 所以你們趕快要把它 覆蓄完畢 我們不是趕快 我想我們對於 古蹟的維護 不遺餘力 好 我們有主動編預算去維護古蹟 好 那所有的市定古蹟你們都有編嗎 沒有 但是我想在 那為什麼這個編其他不編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 因為它有特殊的一個 一個歷史的一個價值 所以我們 市定古蹟當然就有歷史價值 但是 不然的話怎麼會成為市定古蹟呢 國防這個事物有關的部分 我們覺得我們選定陸聯廳是有它的 目前它不就是陸聯廳餐廳嗎 也不是餐廳 因為它還有保留很多 這個所謂古蹟的這個部分 所以 我當然知道 所以它是市定古蹟 所以你們編預算去整修嗎 是 沒錯嘛 好 馬基鑽將軍的官邸有沒有列為古蹟 這個海軍的 有沒有 有沒有 馬基鑽將軍的官邸我們還查一下 好 沒關係 基隆要塞司令部有沒有列為古蹟 我告訴你有啊 市定古蹟啊 你們不維護啊 那你 副部長你剛剛講了嗎 為什麼陸聯廳你維護 為什麼基隆要塞司令部 也是市定古蹟你們就不維護啊 為什麼 報委員 基隆要塞司令官裡的土地啊 我們已經給國產署了 那他也給 無償不用給那個 那你為什麼陸聯廳不不用 你這個要不用給國產署 土地的全署它不一樣 所以說 原來是你們的嘛 要塞司令官是我們建設在使用 對嘛 那我為什麼你們當時 就不變預算把它維護好 為什麼我剛剛講的 你們的陸聯廳 這使用中的 使用中的移民 對不對 是 他的使用情況 而且當時基隆市政府 就有跟你們講過說 希望你們來維護啊 你們就說你們要移給國產署啊 跟委員報告 它是變成非公共財產之後 就沒有使用了 因為開會我去開會我知道 是 我只是要告訴你說 你們有許多的古蹟都沒有維護啊 所以跟部長講說要維護 你們都沒做 那這裡面 我現在再確認一下 之前有講說你們要出餐的 陸軍聯誼廳嘛 北投醫院 中列池 中正育校 航空教育博物館 這些還有沒有變 目前都在做這個評分 所以都還是這些就對了是不是 沒有沒有 那中列池我想請教 大家都很關心 中列池你要怎麼做出餐 我跟委員報告 以前在前一陣子 媒體有報載 就說中列池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地方 我們為什麼要推動出餐 那麼事實上這個部分 我們是跟財政部的出餐 是有做過一些所謂 所以財政部建議這個方法 不是 建議中列池可以出餐 因為出餐的有它的條件 我了解 它不是說任何一個場地 都可以做出餐 它除了發揮它所謂的 那我要問你 這個是中列池 這個是財政部建議的嗎 我們 就是選案以後 所以是你們提的 不是財政部提 因為 提案是我們提案 提案是你們提的嗎 所以 那你到時候給我一份資料 為什麼你們內部認為 中列池是一個很好的出餐 那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麼事實上這個案子 目前還在評估 非常地階段 但是我們當初的起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 我知道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評估的 我們是在去年 對啊 到現在半年多了 副部長 你不會覺得這時間拖很久 每件事情都要搞一兩年去評估 我都看你們效率真壞 包委員 我想 好 沒關係我再講完 文化部其中施設在哪 各位知道嗎 副部長你曉得在哪裡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哈囉 市長知不知道在哪 也不曉得 我跟你講喔 很奇怪喔 他喔 就在馬跡中官邸的對面而已 也就在對面而已 同樣是沒有國防部的啊 這個左右差很多啊 隔一條路而已啊 好 那為 我說我剛剛就在講過了嘛 你們的 你們在推動的一個整修 我都覺得滿奇怪的 有一些當然是文化部去要求的 那有一些你們自己都不做 所以最後的結論 我希望我們副部長回去 完成部長交代的任務 全面清點古蹟 然後一個月內 提出我們目前 我們國防部所屬的銀色 被列為古蹟的清單出來 以及你們的維護計畫 以上 副部長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一個月喔 一個月 這很重要喔 好 謝謝 謝謝 再來請羅智政羅委員 主席可不可以請副部長還有人事參謀次長 副部長還有次長好 本席對於軍事教育條例 那個要推動修法的精神跟方向沒有太大意見 但是我比較擔心是未來實踐面 實行面上的一些困難跟挑戰 我倒要在就細節部分再來請教一下 我先談幾個大的問題 最近軍校招生的不足問題 在媒體上引起的一些討論 過去的軍事軍校招生有沒有出現過 第二次招生沒有 報委員 我們過去只有針對單獨 飛行軍官班的學生不足的部分 我們有做過 但是這一次因為大概短距有200人 所以這一次 所以這一次的確發生了 必須要第二次招生的情況 對不對 滿足我們的需要 是 差多少人 大概200人左右 210嗎 是 你們給的答案 其實我本席每次在問問題 不是要給你們找麻煩 是的 是的 謝謝 只要我們一起找問題 然後找到解決的答案 國安部的說法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會短招210人 你們說法怎麼樣 學測太難了 是這樣子嗎 報委員 我們這三年的這個學測的這個分數 都是定一定的標準 但是不可諱言 今年的學測成績 確實比去年難度提高 大概下降了2到4級分左右 所以讓我們能夠到達我們原來所定標準的人數 市長我請問一下 是 學測先考還是那個報名先 我們先報名 但是我們在招生簡章當中 因為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的這個軍校的一個招生的部分 是在各學校 在訂招生簡章的時候 就把我們各學校系所 他所需要的各級分 在之前 所以學生在報名的時候 應該自己知道有多少 都知道 都知道 所以他不達到級分 就不會去申請 就是報委員 就是我們先訂了招生簡章 他在報名的時候 他也知道這個級分大概是多少 可是考完之後 但因為今年的這個難易程度 當然造成了一些影響 所以讓今年到達這個級分以上的人數 相對的減少 可是嗎 是你們說法不是這樣子喔 是 今年申請人數也是在五千左右 沒有比較少啊 不是 可是報委員就是 成績出來之後 能到達我們鎖定級分 多少人 你不給這個數字 多少人 五千人是申請報名的 但是後來達到級分人數的 多少人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來面試的多少人 口試的部分 這個準 有沒有這個數字 有有有有 分數只是其中之一個問題 不是唯一的問題 如果你們把答案都給說 那分數太高了 學車太高了 門檻太高 所以達不到 那個是只見 雨昕不見整個大的問題啊 是 好 達到級分來報名 五千人裡面有多少人達到級分 報委員 我們這次體檢人數 總共是五千八百零二元 男生是三千八 女生大概是一千九左右 那其中來報名的男生 是一千三百二十一元 就是 少了一半嘛 對 就是 他要認為他到達這個級分標準 他才會來做一個報名 因為體檢不等於報名 對 那體檢完畢之後 他要學測成績出來以後 他認為到達這個級分的標準 他才會來報名 那跟往年比起來有比較少嗎 報道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哈 是比較少 但是什麼原因我再告訴你 是 但重點來了 你們二招 有降低你的級分標準嗎 報委員 沒有耶 報委員 因為我們基於考試的公平性 我知道 那我們還有三百多 報委員我們去過濾過 大概有三百多個學生 他到達我們的級分標準以上 可是呢他有完成體檢 可是他沒有來報名 那為什麼沒有來 因為他可能他的分數 可以到達外面的學校的錄取的標準 那他不會來還是不會來啊 不過我們每一個都通知 為了要滿足我們的需要 我們每一個都通知 所以你們一個一個去問了 一個一個去問 那不錯啊 對 願意來考的人數大概多少 目前大概有將近四十多位 四十多位了 四十多還不夠啊 我們要兩百億啊 報委員 我們盡量爭取 能來一位我們就來一位 好 我擔心就是說你們的標準 沒有任何的改變 沒有改變 對不對 是 問一下中正育校 中正育校 今年達不到幾分標準 三十六位 三十六位 三十六位嘛 是 跟往年比起來有沒有比較高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對我們今天大概百分之八十六左右 所以百分之十四大概就轉到 四關半去多了 我們的專科學校 陸軍專科學校 還有空軍的航基學院等學 依據他學生的志願 OK 我們一起來努力解決一個問題 是的 謝謝委員 這幾年下來看到沒有 103 104 105 今年 所謂的報名人數 事實上 有一個趨勢在走 雖然去年人比較多 是 但今年大概只有5800多 該那個次長提到了嘛 是 有沒有注意到一個趨勢 虎年大縣 我在私域學校教書 都已經知道這個問題了 是 今年是大縣 1998年出生的虎寶寶 27萬多 比前一年少了大概5萬多人 是 2004年的時候 衝擊到小學 2010年衝擊到國中 2013年衝擊到高中 今年 衝擊到大學 而且這趨勢不斷往下走 到了 教育部自己的評估喔 教育部同仁也在喔 到了2023年的時候 會有四次所學校退場 私校 8到12所國立大學要整病 造成1萬多名的老師要失業 我們國安部到底有沒有面對這個 所謂少子化的問題 做了因應方案 因為整個pool變少之後 軍事院校的招生也會有同樣的挑戰啊 一定會 一定會嘛 那我們做了準備沒有 報委員我們現在在做準備了 怎麼準備 下次我們要做一個專案報告 我要請主席拜託一下 是 因為很多私域學校內部都緊張的鑰匙 是 我們博士班已經裁掉了 碩士班 因為剛才涉及到大學要講的那個所謂 軍事教育條例的問題 整個少子化之後 很多學校開不出課來啊 因為學生沒有了 曾兵南路逐年競爭這兩天的報紙講 內政部公布 16萬人本來是所謂增兵吉林的男子 大概只有14萬多 裡面只有13%是可以被增兵吉林的 知道什麼原因嗎 是啊 就是說 增兵吉林男子 今年的 有16萬多人 可是國防部大概只能增到13% 知道什麼原因嗎 鮑威員我先跟您報告一個數字 鮑威員 我們105年 我們計劃增益 一年期的這個義務異事兵 是23,100人 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的計劃增集計劃是5,762 那目前實際增集是6,466 增集率是到達112.2% 那另外常備兵役局 就四個月的計劃增集是 62,246 到目前為止計劃增集是1萬9,756 實際增集1萬9,404 增集率是98% 我知道那個數字沒有問題 我現在講就是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抱怨我先把前面說完 第一個 在今年的這個增集部分 23,100和我們的常備兵役局訓練 今年我們跟醫生署協調 全部如期如是達成 我還怕訓不完 這一部分絕對沒有問題 但剛才所謂委員所提到 這個極力男子這個增兵這些問題 我告訴你答案很快了 在學歷 是 很多人在言辟 是 所以你的鋪額會變少 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一起來解決 而不是說不是問題 所以我不斷強調跟國防部講 我們不要迴避問題 我們要找到問題的答案 才能夠真正去找到問題的解決 是 好,回到軍事教育條例很快的 那個副部長或次長您知道 一般大學畢業要多少學分嗎 128 對 甚至高到140 如果特別的領域的話 最基本128 那平均一個禮拜上多少課 我們軍事院校是一個禮拜上五天課 五天課 對,我們是上五天課 所以學分班 不是學分班 學位班 如果在部隊裡面開的話 我們再打對折好了 有一半的時間訓練 一半的時間上課 要八年才獨單做學士耶 報委員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今年我們在跟各策略聯盟學校 目前我們跟大概有16所學校 在做策略聯盟 那我們希望跟策略聯盟裡面 我們大概希望才階梯式的一個 什麼叫階梯式 階梯式就是他先修到副學士 副學士二專二專 那如果他本來就有高中了呢 不,高中就先修副學士 然後 副學士修完以後繼續修學分 向學士賣進 就是要採取累進的方式 那回到我剛才講的嘛 是的 如果他的目標是學士班 你知道他要修多少年 不,可能要當然 四年是絕對修不完 當然修完 一般大學生都五年六年都讀不完了 是是是 四年怎麼可能修得完 是 那一個士兵或一個士官 在一個營區裡面 大概四年到八年 這機會大不大 同一個營區 報委員 將來機會會蠻大的 因為我們將來募兵制之後 原則上 所有的這個服役的志願士兵 都在眷住地附近的這個單位 來服役 對,可是回到我剛才講 就是說 因為他們上課的時間 要佔掉他們演訓 相關訓練時間 相當大的比例 是 那同時會拉長他修業的年限 我現在講的是實務上 是的 原則方向我沒有太大問題 實務上這個怎麼克服的問題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也跟這個學校研究 就是說 不要像是一般的學制這樣子 有放寒假 暑假這樣 因為我們要 可能不在 可能要去訓練什麼 所以變成打破 變成比較彈性的學生 所以這就是一種做法 甚至所謂的視訓等等 我們暑假的時間 我們反而可以修 可以來修這個學分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說 國防部 一旦有這樣的一個法令的依據之後 要趕快擬出具體的一個做法 是的 否則這只是空談 是 而且甚至某些部隊 駐戰部隊永遠沒有機會 了解 永遠只有後勤單位 甚至就是你們 在國防部裡面的單位 這種才有可能有機會 可以修學士碩士 那一種不公平的地方 另外一個不公平 在可能出現在什麼地方 出現在 跟一般的普通大學 文大學 之間的關係 是 如果今天台大去 去我們部隊裡面開 我相信很多人去報名 他招生的標準 我非常歡迎 我當然我只會知道你歡迎 高興都來不及了 可是問題出現了 主席對不起 再一點點時間 如果台大去開的話 他的招生的標準 錄取的名額 雖然看起來是外加 我想 教育部也不敢去反對你們了 但是問題 看起來外加 可是最後拿到的文憑 是同樣台大的 管理有沒有外加 對於其他學校的招生 國立大學 會不會造成不公平的現象 那個招生的辦法 條件 等等的 太好的學校 可能這些人都資格不符 太差的學校 我們去讀幹嘛 就是回到實務上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大方向我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就是說 實務上真的會有很多問題 不要出現公平公正 甚至公開這一塊 都出現讓人家批評的地方 當然如果說今天要讀台大最好的方法 就是經過陸軍 經過海軍 那我們造成一定很順利 可是問題對一般普通大學學生 就造成另外一種不公平的地方 不會 這一點 實務上在推動政策的時候 整個的配套方案跟做法 一定要加緊做準備 謝謝委員提醒 我們會注意 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接著下來請江啟成 江委員 好 主席 請這個副部長 那個副部長好 請教你 前天 部長講說啊 所謂的寒孝為國犧牲 這個 你有沒有在場 我有在場 那你是怎麼解讀 我覺得部長是鼓勵 我們身為軍人 要有至高無上為國家盡忠 的一個最高的榮譽感 他只是用寒孝為國進攻 來表達其免 我們大家都要有一個最高的 榮譽感的一種表現 我的解讀是這樣 我想當然 我們都知道 部長可能是好意 那也是要欺勉大家的意思 但是 就馬上就有人拴說 這個 國軍平時 受盡屈辱 那暫時哪有可能 含笑犧牲 那你想這個是 但是 我不曉得 這樣子的留言是 我們軍人流的 還是一般社會大眾流的 可見喔 軍人的地位 還有他的表現 目前在我們社會上 的確是 不如過去 甚至呢 跟其他國家比的時候 我們會發覺 我們的軍人的 這個崇高的地位 還有榮譽感 真的有待加強 你認不認同 提高軍人的這個尊嚴 一向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那也是新政府上來的第一個 希望達到的一個政策 其實過去每次我們在討論 現在在推或未來要繼續推的 這個募兵制的時候 我都會在強調 那個榮譽感 怎麼樣給軍人這個榮譽感 是你接下來在募兵制 能不能成功的關鍵 還有募兵制除了量 在值的方面 你能不能找到你要的人才 這個部分可能比那一些 物質的誘因啊 搞不好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們真的很希望 國防部在這部分 能夠好好加強 那當然今天我們提到這個 軍事教育條例的修法 我這邊倒是想要問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賦予國防部 可以協調大專院校在雲區內 對不對 來開設學位在職班對不對 沒錯吧 是的 沒錯 我請教一下現在開放的哪些大學 現在開放的16所 16所 16所大學 16所 中原大學 一所大學 平東商業青春 你可以念一下嗎 有有有有 可以 國務員給你報告一下 目前開放16所 台北城市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康寧大學 明星科技大學 一所大學 河村技術學院 大華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領東科技大學 大漢技術學院 國立空中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空中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中原大學 國立的平東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東華大學 請問這公私利的比例是怎麼樣 那個 絕大部分私利 大部分私利 那篩選的標準是什麼 你們讓他來開課 你們篩選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跟他做一些合作 看他可以提供什麼樣子 配合我們的這個狀況 只要他符合這些學分 學位班的這些標準 我們就願意跟他做一些合作 好 我這邊要提出一個提醒 為什麼 因為其實台灣的高等教育也正在轉型 我還記得 前任的教育部長的時候 他還說 五年內要關50所大學 對不對 然後呢 今年一月的時候 教育部也說明了退場機制 就是如果學校 有超過3.5的單一科系 出現學生人數低於30人 新生註冊率低於80% 兩種狀況 就會列入教學品質專案查核 目前有17所 列入 我請教 你剛剛念的那16所 有沒有在這17所的名單裡面 包委員 我不是很清楚 我要再了解一下 你不是很清楚 不是 這裡我並不是很清楚 我希望國防部你要小心 是的 你不要 這個開課開到一半 那一所被人家強制退場 那你就很糗了 當然我在這邊 我不宜講說是哪一學校 但是你剛剛念的那些學校 我希望你好好去查一下 了解 你一定要做double check 因為我們到時候 國防部要鬧笑話出來 那你這樣子的話 到時候你的木兵誘因又沒了 本來你想要提供這些 來木兵制的學生進來說 這個阿兵哥進來 我給你一個進修的管道 結果你簽的那一所學校 開到一半 居然要退場 那就很麻煩 你剛剛念的那16所 當然其實我想在座 我啦 製政委員 我們都在學校教過書 大運學校的情況怎麼樣 我們應該也略知一二 所以我請你們 真的要好好查一下 可以嗎 沒問題 這個一個月內可以處理吧 可以沒問題 包委員沒問題 你處理完給我們一下 這個資料好不好 是的 那這個也確保我們 我們國家的資源 用在刀口上面 那此外 我再請教一下 這個 我當初 在 這個 馮部長第一次來 來報告的時候 我有問到 ROTC制度 如何向下延伸 到高中職的這個部分 當初 部長還馬上說 這很好 馬上辦 我不曉得你們演繹得怎麼樣 包委員 我們現在正在研究當中 因為這裡面牽涉到這個高級中學 這一部分 我們跟教育部還在研究當中 我們會是不是盡快跟您做一個回報 大概要多久的時間去研 一個月內可以研究出來 是 我想我們做這些事情 總是希望說 國家的募兵制度的推動 可以更順利 而且在職跟量上面都可以確保 所以我們才會提到說 如果 ROTC目前是在大專 大學的階段 但是為了讓 這一些更年輕的人 他們早一點有機會 來接觸國軍 我覺得 往下來延伸是可以去思考的 當然這個要想完的配套 是的 你們一定要去把它想好 如果說 整個配套 原理你們認為可行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好好來想 怎麼樣來示範性的推動 好不好 沒問題 那再請教一下 另外一個 其實也是 各界很關心 但是我想 現在的軍人 退役的軍人 甚至即將要進來的 資源役的軍人 他們都很關心 就是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 禮拜一的時候 全序部的部長 說他們都還沒有啟動 那當然府裡面說 已經開始都在弄了 可是全序部禮拜一報告的時候說 還沒有 還沒有提到任何改革的法案 所以我想請教國防部的是說 你現在在推幕兵制 你也在跟這一些廣大的年輕人說 來 到軍隊來 這個不只服役的時候 給你很好的待遇 退伍的時候 也會來協助你 甚至待遇也不錯 那我請教一下 現在你們怎麼樣跟他說明 他來當自願役的軍事官兵 退伍之後他的年金怎麼算 你們怎麼跟他說 我們在這個整個 這一年的年金這個 討論的各個委員會裡面 我們當然會全力來爭取 請政府考慮到把這個 你們現在也沒有方案 也沒有公布也沒有方案 你們的角色啊 對不對 雖然現在新政府說要弄一個 年金改革委員會 那是各界的人 但是你們作為主管的單位跟機關 對不對 你有這麼多的退伍軍人 還有現在在意的 他們也很關心啊 兩位你們自己也應該很關心吧 對不對 還有那些還沒進來的 你要吸引他進來的 你要怎麼跟他講 比如說 所得利貸率會多少 你們希望多少 目前我們天花板是80% C-LIP 80% 對 這是你們的期待 不是 這是我們在102年 送到大院的這個所謂 入海空軍服務條例裡面所定 那時候全序部的主張也是這樣 理想跟現實 你們要怎麼樣去拿捏喔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去年啦 去年這個 政府機關 不知道是你們 應該是國防部給我們的資料啦 我們相關的退伍基金的狀況 支收筆啊 軍職人員的在100年的時候啊 他的支收筆已經超過100了 實際上意思就是說 這已經有一點危險了啦 那那個州部長 禮拜一的時候是說 軍人啊 是在109年的時候 會沒辦法支付 依照這個第六次的精算報告 如果說不提高提搏費率 依照現行的操作績效來評估的話 109年破產 109年就不保了嘛 是 對不對 那所以 你們現在的年金改革 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你們立場就是你剛剛講的 就是80%的替代率是不是 也不是 我向委員報告 整個年金的駐當時國家 非常重要的這個政策 那現在在積極在推動 但是我們認為軍人 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 沒錯 一個行業跟工作 他的工作環境工作內容 還有他的福利制度待遇 都跟一般這個所謂公教 或其他百姓是不太一樣的 其他行業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內部有整合過嗎 我們有 我們102年就有提出我們自己的版本 102年的版本 那所以102年的版本 就是80%是不是 那個時候因為行政在 95年有一個所謂事故 那現在有沒有變 所得合理化待遇方案 現在有沒有改變 現在我們目前是 朝這個方向來做證據 所以還是沒有改變 還是以這個做目標嘛 因為剛才委員講的 非常重要一點就是說 如何讓這支軍隊 還有不管是現在準備要進來 或是已經退出役的 他能夠安定他的這個心情 然後穩定這個國家 所以我剛剛問就是說 在整個年金改革裡面 第一個 官部的立場 你們確定了沒 第二個 你對於即將要進來的這一些人 你拿什麼告訴他 你到時候不要又要發生 所謂的信賴保護原則的問題 你現在募兵的時候跟人家講說 你進來喔 你退伍的時候 我保證你啊 月退零多少喔 結果到時候年金改革一改 哇糟糕 你這個食言了 那怎麼辦 報委員 報委員 現在目前很多這個 各界都有不同的意見 那你們要不要趕快整合出來 是我們已經有一些 還有你必須跨部會 去把你們的方案給定掉啊 因為現在行政院的年金改革委員會 正在開第二次會議 所以還沒有定 所以我們會針對他開會的這個進程 什麼時候會定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你在推募兵制的時候 除了剛剛講的這些 他未來的就學就業的規劃之外 他的年金規劃 你要怎麼樣告訴他 是 對不對你總不能呼嚨他吧 不會我們很明確的 如果說國家的制度定了 那我想這個就必須要用事實來告訴我 要進入軍事這區 好 這部分我們也應該要求你們 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 我是覺得應該 你兩三個月內要把這個東西定案 因為依照新政府講說 一年要把年金 年金改革搞定 一年喔 520算一年就是明年的519 那你們國防部各部會的 這軍人的體系這麼大 你們不趕快定案嗎 報告委員我們所有的版本 三個月定案可以吧 所有的這個規劃附案都會經過大院的審議 我想我們會按照實質 三個月可不可以 提出我們的看法 我想我還是要 光布是行政團隊的議員 我們希望就是配合 你這個要不要開公寧會啊 會開 會開 什麼時候要開 我們看因為年金改革 因為這涉及到已經退伍的 現役的 還有未來要加入的 是 我想我們就會 我在這邊特別要求 你們三個月的提出來 然後這三個月要趕快開公寧會 讓各界了解你的改革方案 好不好 好 報告委員我們會盡快 可是這是一個 不是一個 單獨我們一個軍人的年金改革 這是一個整個國家的年金改革 那我們當然要搭配 當然啊 但是你國防部你必須要你的立場 我們的立場當然會 跟你內部的調查 否則你到時候你再講 你在訴求 不是 我們比較 時間到了 我們比較 顧慮的是說 我們先說我們的訴求 結果 造成別人以為 然後最後國家整個政策不太一樣 我們也擔心這方面的問題 不過副長你如果這樣講 我看坐在下面的都很不安心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王定宇委員 謝謝 謝謝趙偉 麻煩副部長 委員長 副長辛苦 謝謝 這兩天有個新聞說 我們康定艦跟磐石艦 在夏威夷海域 跟博客級的Chuffy 說了一聲阿羅哈 我們台灣每一年 國防部依法 都要列一個 中共軍力報告書 那美國每一年 也要寫一本 中國軍力白皮書 那副部長或者 這個 可以講的話我們就講了 不行的話 如果六月機密你就不用回答 謝謝 謝謝 我們跟美方在有關 中國解放軍的情報的分享 共享上 是經常都是如此嗎 這方面的機制總是會有的 也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軍力報告書裡面 應該有我們的東西 我們的 中共的軍力報告書 應該也有他們的東西 我這樣詮釋沒有錯 應該不止這些 應該不止啦 他們的軍力報告書也不止 他可能 對 他收集的東西 可能不止我們公佈的東西 那我們收集的東西 也不止他們 包括日本 韓國 雙方的合作 夥伴的關係 大概是沒有問題 其實我今天要問的是更後面一塊 台灣應該是全世界 對中共解放軍 研究最專精的 我們面對的威脅最大 台灣的國軍 也應該是全世界 最了解解放軍部隊的一支部隊 我這樣詮釋沒有錯 可以這麼說 那副部長跟在場的各位將領 我們在這兩年 我們看到中共在海外 開始設海外基地 在非洲的吉普地 中共的軍政軍力開始變革 弄了五大司令部 來指揮它的陸海空 火箭 還有支援部隊 中共在這兩年 雖然名義上裁軍30萬 可是它的軍事力量的結構 開始來做調整 我們應該對這個要研究 大家要點頭嘛 可是我記得我們前幾天 我們在委員會尋答的時候 其實對這一塊的掌握 包含報告的研讀 事實上是不足的 而且甚至於只研讀報告 那個都屬於膚淺表面的 所以我請教副部長或各位 目前國軍在人才的培育 在教學學術的研究 對中共的解放軍 是放在國防大學哪一塊 我們國防大學 除了這個戰院 這個參謀學院 我們有一個專門解放軍的研究班 對中國人民解放軍 軍力研究 我們在人才的培育 學術的教學 我們是放在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法律是軍事教育 是放在軍事教育機構裡面的哪一塊 我們現在國防大學裡面有一個解放軍研究班 不只遭受我們自己的人 包括國際的學生 15加2啦 你們大概就是有一個比例 對 那你覺得這樣夠嗎 這個解放軍研究班 或者解放軍研究組 副部長 解放軍 解放軍的研究啊 永遠不足啊 我們永遠 那個是口號啦 我現在講是具體的量 最好越多越好 但是我現在 目前的量能 師資夠不夠 研究的內涵夠不夠 培訓的人員夠不夠 放的那個位階對不對 徐中將或者是副部長 你覺得夠還是不夠 你們歷年是有寫一些新聞稿出來的喔 委員好 我是國防大學教育長 剛剛委員所提的喔 我們現在對 中共解放軍研究 我們自己學校裡面 有個國際戰略研究所 就是戰研所 他對解放軍研究 包括他的師子 都是非常專業的 那個是有的科目放在戰研所 是 你們專精的是放在 政治系下面的解放軍研究組嘛 所以我再繼續講 就是說我們去年 八月份 也成立了一個解放軍研究中心 我們的解放軍研究中心 會邀請所有的專家學者 所以他是一個任務編組 對 我們今年做一個非常經濟的措施 我們不但把它編組儘量常態化 你如果講夠了 我們後面都不用再問了 你如果講不夠 我們要幫你爭取東西 當然當然 我們當然會寫的不足 就是說我先跟你報告 我們現在執行這塊的現況 所以你現在在告訴我夠還是不夠 現況 當然我們還是需要再經濟 你知道副部長可以講說 我們當然需要越多越好 但是國家資源有限 我今天要跟你們溝通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都理解 台灣的國軍面對的困境 我們真的是 我也不講可憐 我們真的很努力 我們這麼努力 相隔禮大會談沒有我們的位置 全亞洲把我們跟北韓排在外面 北韓是該排在外面 我們是被杯葛的 我們跟美軍的交流是必要而且實質存在 可是其實是弄在一個切身為民的隱晦的方式 然後呢我們應該對解放軍 全世界最值得驕傲的應該是我們國軍 我們不只有實戰經驗 我們面對他那麼久了 我們怎麼可能 我們怎麼可能不是全世界最了解的 可是我們現在在國防大學的教育裡面 因為過去因為教育部啦 或者一些設置學院的關係 我們只把放在國防大學政治系解放軍研究組裡面一個組 然後你們的師資 我不是嫌棄這些老師不好 我去把你們所有的師資調出來 我仔細看了一下他們的研究背景 真正跟所謂解放軍研究的 勾得上編的大概四位 四位 可是你們編制還只有三位 所以這樣的量跟量能在訓練上其實是不夠的 以台灣面對我們需要了解的 我們應該自豪最專精的是不夠的嘛 所以我現在要請教就是說 目前在軍事教育裡面 國防部可不可以設置一個 如果我們覺得叫解放軍研究所太刺激的話 叫做中國軍事事務研究所 可不可以 法律有沒有授權國防部做這個事情 不服不服不服 你們能還是不能 這個是不是將來要在國防大學裡面 要先看看這個委員所講的這個 事務研究所它的定位 我們現在能不能再講要不要嘛 法律上有沒有授權國防部 可以在國防大學裡面設置一個解放軍研究所 或者叫做中國軍事事務研究所 如果不設教育部這些學位的限制的話 那沒有問題 這我們願意這樣做 教育部今天是我看 今天教育部 朱副師長有來嗎 來 麻煩一下 我們高等教育師的副師長 朱駿章 朱副師長 是 國防大學路要設置一個 中國軍事事務研究所 要不要你們同意 如果有涉及到學位授予的話 由國防部先規劃好之後 報部裡面 那我們會提供一些審查意見 讓國防部做參作 那通常你們現在對新設的研究所 是 同意的機會大還是小 我們現在分兩塊 如果是博士班的話 一定要經過專業審查 但是如果是碩士班以下的話 由學校自主 教育部我們只做行事的檢查 所以只是合背而已嘛 所以副部長 教育部在這邊嘛 我們如果設置碩士學程以下 其實國防部就可以決定了 而且還有學位 朱副師長我這樣講沒有錯嘛 對 博士以上要另外審查 我們當然知道現在少指化 各個大學現在招不到學生 可是 國防大學不一樣 國防大學有軍事將領做基礎 別人要擔心招生你們是不用 你們只擔心必不必要 根據我們的 我們有一個法條是 民國104年10月14號公佈 叫做軍事學校設立變更停辦標準 根據軍事學校設立變更停辦標準的第六條 軍事學校學院的設立要符合一些要件 就是國家政策需要 軍事戰備需要且民間的學校無法替代或滿足 三國軍辦理軍事幹部 及專業人才養成教育需要 後面還有四五點 根據第六條 事實上解放軍的研究民間沒有 第二條就很明顯 我們國防教育需不需要研究中國的解放軍 我看國軍大概沒有人敢舉手說不需要 所以有需要 民間又沒有 符合第六條 而第五條告訴你 學校的設立要教育部同意 但是學校裡面的學院系所科班組的設立 由國防部核定後辦理 也就是如果國防大學要設立一個中國軍事事務研究所 只要國防部認為需要而且必要 核備他們有學位而且可以設置 所以我再最後問副部長 當然你先代表部長來 你覺得我們國防大學該不該設一個專精學術研究 教學培育人才的針對中國解放軍的研究所 我們把名字叫做中國軍事事務研究所 你個人覺得需不需要 我個人覺得委員的建議非常好 也有這個需要 那有關具體的我們很樂意 我們一起努力來辦 因為這個必要 研究一下看看怎麼來做 當年你們分了一個解放軍研究組的時候 中國那邊新華社所有的網大肆報導 美國也在報導認為說 哇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可能是台灣 對中國解放軍研究最專精的智庫人才培育 但我們為了棄底我們不好意思戳破 你懂意思嗎 我們要的是扎扎實實的實力 有些報廢的戰機可以放在碉堡騙敵人 軍事力量的培育觀念資料情報的教育 那個不能欺敵 那個欺敵是騙自己 但是我們很樂意跟委員進一步採訪 讓他更扎實 目前你們師資只有三個不夠 我不是說那老師不好 所以我現在是建議 我們今天如果有一個方向 我們師資不限於學校喔 我們師資也包括外面 當然 那個叫基礎 如果所有的學校都不看學校的話 每個學校都可以當作世界一流名校 不是這樣看的 先看編制內的 是是是 所以我們今天有個共識 我們國防大學應該有一個中國軍事事務研究所 而它的專精是研究解放軍 那為了幫你加油 我們委員會也提案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事情當作政經事來做 是是 我們台灣要成為一個面對解放軍 最勇敢 最精實 而且最了解 是 不管是作為世界的夥伴 或者我們自己的防衛 謝謝副部長 委員那個我們會再請教一下委員實際具體的東西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我們請呂玉琳呂委員 謝謝主席 請李副部長 我們今天是要談軍事教育的條例的一些修改 那軍事教育我們一直都在做 那今天要修改這個條例 就是希望能夠針對未來的募兵 有更好的成效來做修改 是不是 是的 所以每一次我們在立法院都非常的支持 我們軍事所有國防上的提案跟預算 但是我 您說是為了募兵 那現在的募兵 我們有看到它的成效嗎 我們逐年在進步 逐年在進步 自我感覺良好啊 不是不是 我們有數據來支撐我們這種感覺 這個數據就是你們調整的數據 不是 實際的統計數據了 沒有不能亂調整 現在我就可以看一下你們 你們給我的資料 你說要數據 我就給你看數據 如果說這個軍事教育的這個條例 我們修改給你過了 你看看你已經在做的 我們軍官 士官 士兵 十幾萬人 那麼你們一年在軍中的在職 訓練 在職進修的 不到一千人 如果這個要去輪 每一個人有這個機會 去輪 還要輪個二十年 所以你看成效 你要數據 那你說 這個評估 你有在評估嗎 報委員 我能不能跟您報告一下 報委員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工餘進修 我先講工餘進修 那再專張是從103年開始 我們才在營區開始失敗 可是我們現在工餘進修的去年 就有7400人在讀書 就是我們現在的國軍 志願的官兵 志願的軍官士官士兵 他可以在下班 在軍中嗎 在職的嗎 在職的 那這個數據是你們給我的 報委員 這是營區內的在職專班 所以今天為什麼 我們要討論這一部分 所以你在外有合作的 我們現在已經在外面讀書的 每年去年就7400多人次 但是因為現在營區內 考慮到我們的單位的任務特性不一樣 我們希望這些學校 能夠到我們學校 到我們營區內 來開設教學點 從103年開始失敗 那這一部分失敗 也有一定的成效 人數逐漸在增加 所以這個條例 我們支持通過之後 謝謝委員 就會有在職的在軍中裡面 單獨開班 對 來讓我們的 對對對 在職軍中的軍人 可以在那邊進修 有更大的談性 有更大的談性 您認為成果會很好嗎 報委員 我們是樂觀以待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因為很多學校願意 所以這個會讓我們很多青年 能夠來投入到我們的軍中 是的 來墓兵 績效會更好 一定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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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樂觀其成 是的 那但是現在我們又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在募兵的大部分都是軍官跟士官 士兵非常的少 那這個士兵會這麼少的情形 就是他們都是在求學的管道中 嚴必 那我們現在用軍事教育要來開放在職軍中的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你是教育 他就直接升大學 從小學大學升大學 碩士博士 繼續升 讀大學就好了 那又何必又來我們軍中 所以這個誘因 要如何去好好的讓我們這些青年了解 來到我們的軍中 這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啊 你看看 如果說他們嚴必讀完大學 幾歲 22歲 再讀個碩士博士 畢業了25歲 30歲 再來我們這邊當兵 當義務兵的時候 年齡體能 這些都是問題的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防部 非常重視 這個評估 這個成效 成果 我們要好好的來演繹來做 好不好 那接下來 本席也要跟你討論一個問題 全民國防 全民國防 很多的軍人 退伍之後 就是後輩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能夠掌握 全民國防 在我們如果要作戰 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馬上把他們 回籠回來 組成一個部隊 能夠有硬備之用 但是 現在 這個成效做得如何 是在著急 還是在宣傳 還是有實體的訓練 才能夠讓我們 實務上 可以去掌握這個 我們後面的 這個支撐的力量 實務上 我們實際有在做 那我們的教育 召集 整個後輩系統 都有次序的 次序的在做 我們甚至於現在 做法 副部長 我要看你們的做法 把這個 後輩的這個 系統 能夠召集來以後 能夠甚至投入到救災 這個 所以 副部長 您說到了 他們現在的功能 就是救災 不止 不止 那他實際上 有做什麼呢 誰能夠說清楚 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漢光演習 那報紙上都有燈 我們那個 後輩的部隊 組成一個 這個 副部長 演習很多啊 實際需要 才是重要啊 不要一天到晚 做報告 做演習 我們要去實務的 所以我說 全民國法 這麼 威嚴的一個名詞 放到這邊 我要看 真正你們做的事情 尾音 不是 四次召集 實際上我是有了解 才會問你這個問題 我當過清晰婦聯的主委 所以每次的活動 我通通都到場 所以我了解 要看到的 只是 定時的召集 做宣傳 那實務上的訓練 去配合 地方 我看到 最實務上的 也就只有救災 所以 我希望 我們的副部長 在我們地方的指揮官 在運作這個 全民國防的時候 我們 再誤實一點 好不好 謝謝委員 我們當然 我們都有做這些 訓練的課表 什麼都有 那如果要誤實 副部長 你再說我就要告訴你了 你知道這個 後備軍人多少嗎 一個縣市都二三十萬人 參加這後備軍 軍人這個協會的 有多少人 一百多人而已 二三十萬之後 一百多人而已 這個就要你們去改革了 你再說下去 我要更多的資料 這就是你們 不主要你們去做的 不是全民國防的背心 來這邊宣傳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再接下來 現在歐巴馬即將要卸任了 他針對我們中華民國要軍售我們幾樣武器 在這裡的武器 有三樣 就是我們的地對空的飛彈 水雷跟潛艦 這些軍事項目 副部長您知道嗎 他有開過來了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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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要提醒 只是 報上燈的而已 報上燈燈的 對 實際上是沒有的 他們 一行人 參訪團 七個人 馬凱也來這邊 參加我們 蔡總統的 就職的時候 特別就有提到這個問題啊 公開的呼籲要台灣的國防預算 要高達3%的GDP耶 所以才要給我們這三項的軍售 這三項的軍售 難道你又看到報章雜誌才知道嗎 你們本身國防部都沒有收到這個清單嗎 跟委員報告 馬凱他是國會議員的系統 他不管這個 那你知道他的軍售這三樣嗎 不是這個樣子 實際上不是這個樣子 那你有看到媒體報導這個三樣嗎 媒體的報導我有看到 但媒體報導的證據 副部長 我為什麼要提這件事情 就是 一直說要軍售我們潛艦 這個講了很久了 我們預算也都編在那邊的 結果我們的評估 到今年 如果說還沒有結果的話 這個經費就要繳回對不對 我們不會繳回 我們都有評估 會有結果 你們都還沒有正式去軍購啊 不是 這比較複雜啦 這比較複雜 又複雜又帶過去了 你又複雜帶過去 我再問你一下 我們要軍購的東西 是不是 我們自己國家 我們有需要 我們才去買 並不是跟我們有重複 我們自己能力能做的東西 我們去買 這就浪費了 每一分錢 都要花在刀口上 對不對 我們能做的我們絕對不買 委員知道的很對 能做的絕對不買 所以如果他要再 受給我們愛國者3號 我們就不需要了嘛 我們自己有天公三行 對不對 我們有的 我們就不用去買了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講 就是之前 我們自己有研發 IDF的戰機 但是美國馬上宣布 要賣給我們F16 這是什麼情形 為什麼有這個情形 它就是要押收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軍事武器的一個發展 我們能做的 為什麼要去買 尤其是 我們要買的是 買我們沒有的 而且還可以計轉給我們的 能夠精進我們的技術的 這個 才是把我們的錢 發到最重要的部分上面 對不對 所以你說我說的很對 你說我說的很對 如果 他把這個清單開給你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去買了 我們 你支持說 我們有的就不買 對不對 我們能做的 我們能做的 我們有的 技術的 我們就不會去買 那還有了 潛艦呢 我們現在說 國機國造 潛艦國造 那這樣子 我們自己能夠做的 如果他要賣潛艦的話 那 兩方你都一起並行是不是 他沒有說要 沒有說 沒有說 這個 現階段 並沒有說他要賣 所以要好好的評估 考量清楚 我們自己也要努力去做 好 謝謝委員 現在我也想說 副部長您今天在這邊 我要跟你提了一個 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軍購 委員時間 好 給我一分鐘 謝謝主席 軍購 這個軍購 美國是最大的軍火販賣 那現在我們 中華民國也是 在這個軍購裡面 我們是第五大 跟美國買的 對不對 所以他的軍購的話 他是全世界的在販賣 在做軍購 他一定有他的各種項目 不管是他的項目 還有技術 還有他的品項 還有價格 他一定會公布在一個項目表裡面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要求的就是 我們要軍購 我們要合理價格 我們不能買得比別人貴 對 這個一定要做好評估 我們一定要做 價格合理公平 對 不能比別的國家貴 完全貴 因為我們看得到 這所有的國際上的價格表 對 都看得到的喔 對 所以這我會繼續的嚴格的來監督 我們給委員一起配合 一起努力 一定要努力 不能買得比別人貴 合理化 一定 合理化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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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請陳婷菲 陳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副部長 委員長 副部長 早上報紙所報的一隻猴子的事件 現在的狀況是如何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查過了加山基地 昨天早上7點21分 確實跟報紙差不多 那我們的官兵啊 反應動作很快 我們平常的演習啊 我們也有演練說 萬一四電遭受敵人攻擊 我們怎麼樣轉換到我們自己的發電系統 那昨天早上的實際的狀況 跟我們演練的狀況還蠻符合 從我們國防部的觀點來看 加山基地的空軍官兵啊 我們還蠻肯定他們的表現 也就是說他幾乎 他的整個運作中心 指揮中心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那他們的對裝備的保養啊 這個應變啊這方面 我們都給予他的這個肯定 所以我們的緊急應變是得以的 因為我們在過去就曾經 常常去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演練 我們常常練習 也就是說如果有敵人 越過了防護網觸電了之後 然後影響到我們整個系統 這個電力系統的話 我們如何緊急應變 要把它跳到我們自己自用的一個 緊急應變措施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所以昨天沒有造成任何的危機 因為加山基地我們很清楚 它是一個戰管中心嘛 而且它是跟我們台北空軍作戰中心 整個是連線的 所以如果這個連線出現問題了 等於我們整個防備系統也會出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接到 所謂的敵軍的訊息 或是有任何的狀況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謝謝委員關係 沒有問題 然後我再請教 基本上 我們每一次到六七月 開始可能很多的 服務處也好 國防部大概也會接到很多的陳情案件 也就是說 希望可以趕快入伍 只要畢業潮之後 常常就會有這樣子的訊息傳出 我要糾教一下 這個問題 所謂一難入伍大塞車的問題 會解決嗎 我們一直在努力解決 因為如果塞車會造成民怨 我們國防部不願意看到有這些民眾不滿意 我們這些塞車 所以我們現在徵召的 不但是足額 甚至會有 比我們一個單位的編制 還會多一點 所以目前為止 目前的狀況還好 你知道現在大家有一個感覺 就是等待入伍的時間 是比疫期還長 現在我們的軍事訓練役 大概是四個月 可是我一畢業之後 我必須等待我軍事訓練役 如果完成之後 我才有可能做下一步的動作 包括找工作 或是我要再出國等等一個規劃 可是問題是 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進去 不知道 所以大家就是擠破頭 可是我們的整個名額是有限的 那這怎麼辦啊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碰到這種 入伍可能會塞車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但把我們所有的這個 新訓旅啊 做一個全額的一個招收 那我們甚至於說 比我們最大的容量 然後部隊可以容許的容量 我們再盡可能提升 來擴大這個整個訓練的這個能量 我們來緩解這些 入伍這些 希望提早提早服役的這些 增加多少能量 如果說今天 每一個縣市都有配額嘛 它都有配額啊 只是這個配額 每一次都要拜託我們國防部 多配給他們一點 否則各縣市政府 冰一顆幾乎都要被擠破頭 然後每個人都要拜託人家去講 真的需要如此嗎 我們現在啊 以舉個例子來講說 一個營啊 原來我們標準應該是 可以接訓600人 那我們現在都調到650 但我們不可能說 我不管你通通來通通來 然後訓練品質很差 也沒辦法 所以我們已經盡量 從600人調到一個營為單位 600人調到650 我們盡量會去解決 所以在六七月開始 我們幾乎每一個月 能夠配額的部分 我們都盡量能夠增加 對 盡量能夠增加 然後增加我們預計 最大的量 我們預計 如果說這個 畢業潮的這個需求 我們最慢 多久一定會完成這個軍事訓練役 軍事訓練役 就是它有需求 就是說在這一波的畢業潮 畢業潮它一定會提出需求嘛 這一波的需求我們預計 我們可以給它一個時間嘛 這個時間點起碼讓它知道說 它下一步該怎麼做嘛 到底我們這樣子稍微 你們自己的一個比例 然後再加上你們所多出來的這些名額 加一加 減一減 到底最慢 會在什麼時候完成這樣的一個訓練 我們希望我們下半年 通常就是我們上半年 想要訓 人不夠 下半年就顯得比較擁擠 那我們一直在做這樣調解 一定啊 因為一到六月 大家還在就學啊 一定是六七月畢業完之後 大概五月份畢業 有拿到畢業證書 大概就慢慢已經跟你們提出這樣的 申請跟訴求了 所以六七月 七八月一定是高峰 可是在這個高峰一定沒有辦法完全吸收嘛 就像你講的 還是要保障我們所有的訓練品質嘛 所以一定沒有辦法 那可是你要給大家一個 知道它下一步的規劃該怎麼做嘛 那到底最慢 最慢的訓練一個四個月 一個四個月 每一個月都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名額提供的話 那最後一梯有可能是在什麼時候 明年的幾月 報告委員 如果我剛才跟您的報告 我們年度計畫徵集的數 我們今年到十二月以前一定可以訓完 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剛才委員講的七八月以後 有很多畢業潮 很多學生畢業了 他急著想露營 所以現在我們竭盡所能的擴訓 我們大概擴了一萬兩千人的訓量 所以說這些人 我們會最晚最晚在明年的一月二月 會通通把它增進裡面訓 這沒有問題的 所以最慢明年一月二月 即使在第一梯沒有被進入 能夠這樣子的一個訓練機會 他在最慢一月二月也一定會完成 非計畫類的人 最慢在明年一二月會增進來 就是等於說他在五六月 提出畢業之後提出的 這些非在你們計畫之內的 你們多出來的部分 最慢在明年一二月也一定會訓完 是這樣的意思吧 是 那這個數字是由議政署提供的 那至於怎麼增 這個順序 這是議政署的事情 我們希望國防部要盡量配合啦 否則去年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幾乎地方的報紙每一次都在講 不夠 原額不夠 訓練的不夠 然後提供的名額不夠 每一份報紙都這樣在講 其實對我們國防部其實也是傷啊 其實就不是如此嘛 是因為大家希望在畢業之後趕快 這個四個月的一個訓練 軍事訓練役可以趕快完成嘛 他可以從事他下一步嘛 所以這是在非計畫 那非計畫我們就要去協助 這才是重要的 這個部分在明年一二月最慢 一二月一定要把它訓完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大家也一直在問一個問題 因為當時候國防部部長一直說 到底82年要不要入伍 去當一年的兵 這個部分 我們七月份都公佈 七月 七月 七月要有評估嘛 我們七月份會公佈 對 七月會公佈嘛 因為這幾個T字是我們目前志願士兵 456T是我們的大中 我們要看我們實際來報名的 獲得的一個狀況 還有麥克風 我們在七月份會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我們要做仔細的評估 因為現在已經六月中了 是 報員我們很快 七月初還是七月底 七月中旬之前 七月中旬之前 會把所有的評估報告 做一個公佈 是的 這個因為現在易南 只要到了畢業潮 到了就業潮 這個問題一定就會被追著打 到底82年 他們到底該何去何從 在下一步他們該怎麼做 這個是關係到他們的生涯規劃 所以我希望說在七月中 這個時間點不能拖 這個部分麻煩一下 這個都攸關於我們所有易南的 他的一個規劃的部分 所以請 不論是在整個四個月的軍事訓練也好 還是在82年在七月中的一個評估報告也好 希望都能夠符合大家的期待跟需求 謝謝 報委員我們下去會 趕快把這個做好 又跟您溝通一下 看看什麼時間來做這個 比較恰當 好不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我們請劉世帆委員質詢 謝謝 謝謝 勞煩請副部長好嗎 副部長 是 還有我們請國防大學的教育長 教育部 高教師 謝謝 副部長 我們今天要修改這個軍事教育條例 我想我們部裡頭的同仁相當的用心 我了解他們有到每一個委員的辦公室去做一下說明 所以在條文的修正方面其實沒有太大的困難 因為他是朝著我們認為需要走的方向 所以我今天實際上要跟副部長來探討的就是說 上一次在軍事教育條例頒令施行之後 是在1999年 到目前為止是2016年 也就是經過17年的時間 那這樣子的一個修正的過程當中 到底是好還是壞 其實呢 有一些報導出現了一些狀況 第一個呢 從上次修正到現在 希望軍事教育回歸大學法 這個到底是好還是壞 其實有慢慢出現一些問題 很多人認為說他的轉型不是很成功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現在有的學系裡面呢 到底有沒有 跟我們現在的發展方向能夠互相契合 譬如說你在陸關裡面 海關裡面都有電機系 在空關裡面呢 還有國防大學裡面呢 也有電機航電系 那海關裡面也有資管系 重重疊疊非常的多 那這些正旗班畢業之後 能不能到相關的我們的軍種裡面去服務 而且是專業的服務呢 也出現了一些空窗期 這個部分呢 我不曉得我們的副部長您怎麼看待 因為您自己是海關 而且你是66年班畢業的吧 請 我們那個大學法 我們事實上我們自己在軍事學校受訓 其實 絕大部分時間 我們都在修教育部規定的這些學位 學科 冰科反而比較少是嗎 冰科比較少 那因為呢 我們這不管怎麼樣 以我們海軍的例子來講 我們在船上的每一件工作 其實跟我們的基本學識 是僅僅相關係的 剛剛委員提到的 不管是電機啊資訊什麼 到了船上每一個角落都是這些 所以他把這個基礎的功課做扎實了 然後上了船 或者說在後面第三年級 第四年級 開始休息船上食物的裝備來講 那是有幫助的 如果你前面的基礎啊 沒建好這個扎實的基礎 你可能學習那邊 就是副部長你很肯定啦 你很肯定這個海軍官校給你的 不管是學科訓練或是兵科訓練 是嗎 我覺得海軍官校的教育 那你可能是相當的優秀啦 在相當多的學科整病之後 有的時候在校四年休息的科目 沒有辦法達到 國際公約裡面所要求的 海事訓練跟海事教育的系統規範 所以很多交通部航海人員的測驗 可能我們很多海軍官校 或是海軍相關的學校畢業之後 的官校學生啊 面臨他要轉型的時候呢 必須要補修學分 才能夠通過一等船附的 航海人員測驗 那這個是表示什麼意思 是不是表示我們的學科學們的部分啊 只能到我們的船艦上面去服務 你真正要到民事 到民間 不管是這個航空公司也好 或是其他的船舶公司 做訓練的時候 反而造成這麼大的落差 其實在這次的軍事教育條例的修正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希望能夠開放我們的軍校的學生 官校的學生啊 他會有所謂的第二專長 或是類似第二專長的訓練 讓他能夠符合募兵制呢 未來他說不定呢 有個退場機制的時候呢 可以到民間的就業市場去需求 可是現在的媒體已經提出 這樣子的一個批評的時候 我們的軍事教育條例 或是我們未來軍事教育的調整跟政策 要不要跟著調整 我們當然應該要做這個 一直實施來做一個調整 但是我也覺得說譬如說 我們舉說像交通部這個 航海人員測試的印測 他有一些規定 其實跟我們海軍會有一點落差 那個落差可能不是調整教育 能夠調整出來 譬如說他規定某些考試 一定要曾經擔任過什麼 一萬噸兩萬噸的什麼樣的人 才可以去考試 那我們軍艦跟商船不一樣 軍艦不是要靠大 軍艦要靠武力強 那海航人員測試 他總是用一般的這個商船的概念 來看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我們希望說推動募兵制 能夠讓我們的出路更好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跟這個 海航人員這個來做個協調 副部長我想 基本上這個規定 但是如果是我們海軍 曾經在船上工作 有多少多少年的經驗 應該是可以做一些調整 這樣就可以結合了 我想您講的這個方向我可以接受 可是剛剛呢 相當多的人在質詢說 現在我們到這個所謂的第二專長訓練的時候 除了我們找的這個對象的這個大學 還有所找的這個項目 你們看一下幾乎都是企業管理 也就是說所有人 所有到軍校去念書的人出來 都是要到公司裡面去當董事長跟總經理嗎 是不是這個地方的落差就大了對不對 所以未來在軍事教育條例裡面 尤其你們是在第一條的修正案 幾條修正案的時候 我建議一下在執行面上 從你剛剛的例子裡面 你自己已經可以了解這個狀況好嗎 第二個我要問一下聲師比的部分 我來問一下我們的教育部的高教師 現在公司立大學的聲師比的平均比例是多少 聲師比 對 我們目前根據我們的規定的話 一般大學日間的全校聲師比要27 那我們今天已經希望把它降到25 稍微再低一點 現在的平均是22.58 那我現在就是要再問一下副部長 還有我們的負責的不管是哪一個部分 在空關裡面只有12.73 在海關裡面只有14.3 在路關裡面的機械系甚至只有4.6 顯然這個資源的配置不當 這是等一下我還沒問完 然後呢再來你看一下 剛剛也許有委員有提到這個狀況了 以國防大學跟軍校的政治系為例啊 這些講師以上或是副教授或是教授的學經歷 你們要看一下 這些人如果到一般的公私立大學的話 他可以擔任這個職務嗎 到副教授系主任以上 我唸一下 副教授跟兼系主任呢 他是文化大學政治學博士 那另外有些副教授兼系主任 他是政戰學校政治所碩士 他就可以兼副教授跟系主任 我們在這個委員會裡面有兩三位啊 都是擔任過大學教授的人 我看他們大概沒有辦法接受 是這樣子的學經歷 第一個聲師比偏低 第二個裡面的這個大學的講師 包括國防大學還有其他的軍校裡面啊 是專業考量為主還是近親繁殖 現在他們有沒有其他的退場機制 能不能做得到 還是呢因為靠關係的 所以一進去裡面的話 大家也都沒有辦法可以監督得到 我們也都不認得 所以就只好算了 那這樣子造成什麼 惡性循環 我們進去軍校讀書的這些年輕的朋友 當然會覺得說他們得不到應該有的專業知識 也得不到應該有的退場機制裡面的專科學能 誰要回答 我還說 好 報委員 這個非常非常感謝跟委員剛剛跟我們都指導 報委員第一個 現在我們三軍官校 剛才委員所提供的幾個數字 跟我們現在目前數字概略是差不多的 大概我們目前三軍官校的施程比平均大概是1比12左右 那這個是合於教育部目前現行的規範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對 就是當然我們這個老師 老師的施程比比較低一點 對學生受到照顧和關照的 我想這個程度會更高一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也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依據大學法的規範 目前我們所有的基礎院校 都要接受這個教育部每年的一個教育的評鑑 那基本上我們各學每年教育評鑑 通通是通過合格的 通過合格 但是你們是在落到第幾級呢 報委員我們的 中等而已嘛 是嗎 那個高教師 高教師的副師長 來 你們每一年都有去做一下評鑑 那結果他們現在評鑑的結果是怎麼樣 公委員報告我們是分為通過 在觀察跟未通過 那國防大學基本上都是在通過 國防大學 不只有國防大學 還有其他的 八個學校 全部是通過的 只有算通過 但算不算優呢 不太算 我們只有分這三個等級 不太算優嘛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是我剛剛所提的問題 如果我們的軍事教育條例 一直要push 用這個教學型的大學的話 其實不是我們的發展方向 但是呢 我們又送了很多優秀的學生 到美國的西點軍校 或是維吉尼亞軍校 結果回來呢 還有人是以精神疾病為理由要退出來 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是不是表示我們在台灣的這個官校的教育裡面出了問題 我們要怎麼做比較好的修正 其實很重要 坦白講今天的條文非常的簡單 但是裡面的政策 如果沒有跟著改變 包括說現在我們的蔡總統 希望這個國防自主產業 未來要培養更多的這些 包括在中山科學院任職 或是其他的什麼傳播研究中心等等這些 如果沒有我們自己官校出來的學生的話 其實我覺得教育只能算成功一半 也就是剛剛所說的 高教師給你們做的評鑑就是叫PASS 就只有這樣而已 那這樣子呢 我們怎麼能夠期待 我們所培養出來的軍校的學生呢 要能夠忠於我們的國家 而且願意在戰場上面呢 犧牲奉獻 這個部分呢 可能副部長應該您心知肚明啊 因為從66年畢業到現在 你再回去你的官校看一下 可能呢 雖然一草一木都沒有改變 裡面的教學品質 也沒有改變 這個不是我們希望能夠看到的 好嗎 繼續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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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長 副部長早 我想因為今天就我們討論的報告內容 主要軍事教育條例的修訂 我想要請教副部長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最主要的目的 因為我們推動募兵制 可是我們希望在尊嚴待遇出路 都能夠兼顧到 那怎麼樣提升尊嚴 怎麼樣提升他的出路 就跟我們在軍中裡面怎麼樣培養他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原來在目兵制推動戰刑條例之前 沒有這個法源機制 我們希望所有的官兵在裡面 如果他願意 他想要去附近的公寓學校進修可以 他如果實在不方便 戰鬥部隊他要跑到去下基地什麼東西 他沒有辦法去學校去念書 我們希望就有些學校能夠到我們營區裡面來 開設一些教學點可以分兩類 一類的是 大概我知道我只是要知道他的主要目的 那您剛剛提到的這些部分 其實目前我們在營區裡面也有開設一些課程是不是 有 包括證照班也有 證照班也都有嘛 所以我們在修訂以後 其實如果只修訂這一條 你們認為可以有幫助嗎 有幫助 我們先看一下 103年跟104年 103年我們大概有載職專班 有773人 然後證照專班有511人 然後104年載職專班有854人 證照專班有536人 總共大概如果要兩個都加起來的話 其實是1000多人啦 依照我們國防部 其實目前有公佈的兵力大概有多少 24萬 假設你用20萬來算好了 我們當然非常恭喜 尤其是有取得這個載職專班的這些人員 去年有800多位 我們為這800多個非常感到高興 可是相對的 假設我們用20萬的兵力計算 還有19萬9千多人 其實他們是要哭泣的 因為其實他們沒有這樣的機會 你現在其實都已經有設立這樣 其實我們沒有去考慮到 我們的困難點在哪裡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的課程 你即使設到我們的營區裡面 即使你增訂了這個辦法以後 其實他只對一些國防部的直屬單位 機關單位 或者各種司令部指揮部的人員 可能有辦法去上課 相對的 你像副部長是海軍出身 你如果在艦艇上面 如果是開飛機的 如果是在野戰部隊的 像在外島的 其實他們可以獲得這樣子的 可以享受這樣的福利嗎 其實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要提出來 你即使改變這一點 我們再回頭來看看好了 我們的軍事教育條例 開中民意 我們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到第四條 你全部都是要健全軍事教育 培養軍事人才 然後我們的所有的畢業證書 包括我們的畢業證明等等 其實他能夠發放的 能夠發給的單位 只有國防大學 還有相關的單位 那你現在只有改這一條 你跟這個衝突性是很大 照理說你是不是應該要全民 因為我們國軍有20幾萬 老實說人才技技 可是你們只有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今天提出來的這一點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剛剛講這個 在營內進修 說專門是只有國防部 什麼司令部 什麼這些等等 可能實際的情況 剛好相反 因為我們在國防部 我們是不會在營區內開班的 因為這些 副部長這個不需要爭議 你可以去看看 因為我們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可以讓募兵更順利 可是你去統計看看 去上這些在職專班 還有其他證照課程的 這些我們野戰部隊 有沒有人可以去上 因為其實他們平常訓練的時間 然後有些很忙碌的一些單位 對 其實他們有時候加班 到八九點 有些過去甚至有去報名 比如去上英文課 上第一堂課 零了課本以後 後來都沒有再去 因為也沒有時間去 所以其實這是最大的問題 你不是只有改變這個 尤其是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軍事教育條例 裡面講到的 就是軍事教育 我們分為軍官教育跟士官教育 他的培養階段 主要基礎教育 還有我們的進修教育 深造教育等等 你這些部分 全部它只要在我們裡面 你發放證書的單位 你如果這裡沒有改 你跟你增定那一條 其實是有很大的衝突 因為你只有國防部 可以發這樣的證明 剛剛跟委員報告 我們設這個營區內教學是專班 我們就是專門為了戰鬥部隊來設的 我們就是要給戰鬥部隊 有他在職進修的機會 舉例來講 剛剛委員說的很有道理 他可能要去下基地 要延續他沒有時間 可是剛剛副部長 你不是說 我們現在目前已經有在職專班了嗎 可是有給戰鬥部隊嗎 有啊 都是這些軍團裡面的 有多少人上 絕大部分的都是在戰鬥部隊 機關部隊我們幾乎是沒有的 你們把那個比例算出來了 是 我們現在有 因為現在 我們要特別提出來 我們現在有39個教學點 那我們現在 我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他要去恆春下部隊 他沒辦法上課啊 我們就要跟學校聯絡 那學生放暑假的時候 我們上課啊 這樣彈性他才能夠 所以他拿到的也是學分嘛 對不對 也是學分 也是可以拿到學位 所以其實我在這裡要建議副部長 他們即使拿到學分 他們出了社會 他還是沒有辦法跟社會大眾去競爭 在這裡我要慎重的提出來 因為從細節去討論沒有意義 我可以把那個數據給你們 你們可以去看看 再仔細的去評估看看 戰鬥部隊有沒有辦法去上這個課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參考美軍他們的作為 其實我們更應該檢討的是 整個軍事教育條例 我們要全面的大修 你要全面的總檢討 因為掛在大學法的架構底下 其實我們軍事教育主要要培養的是降才 我們需要培養的是領導統一的人才 你今天如果是要培養資訊人才 他在台大清大交大成大 他都可以訓練非常優秀的人才 那個不是我們要訓練的 你今天我們應該要訓練的是這樣的專才 我剛剛說的深造教育 美國他們在深造教育以後 其實是可以取得碩士學位 可是在我們台灣深造教育 比如國防大學 你如果只參跟這些國防大學出來以後 其實他是沒有碩士學位的 所以你們沒有辦法給他們到外面有競爭的機會 這也許也是很多 我們在中階的那些事關其實很早 就想要退休或者要裝瘋賣傻 然後就急著要退休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所以今天我要特別提出來 如果你要改這一條 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他沒有辦法很有效的幫助 改善我們這個募兵的困難點 募兵最大的困難其實就是戰鬥部隊的人才 那其實像美國 你也可以參考他的那個方法 他們如果假設我們最好設計成五年 目前致願一千四年對不對 他如果願意再簽的時候 你讓他服完第五年 讓他出去大學念書 得到一個完整的學位 比如給他四年 那這四年你不算服役的年資 可是你再進來 也許他就可以做十年 你讓他有一個完整的年資 其實學分 你現在到處大家都是大學畢業 都是碩士生 都是博士生 你只在裡面短短的說暑假 或者一些空檔的時間 你訓練出來的學分班有用嗎 他一點競爭力都沒有 所以在這裡 我們希望你如果要改 就把它改到完整 而且是最好的 你應該全面的去檢討 軍事教育條例 整個我認為應該要大修 而且應該做一個總檢討 讓所有的人都可以獲利 而不是只有少數人 因為我覺得你現在修訂的這個是 量身訂做針對少數人 那你如果像這樣 每四年 你都有一個這樣的基點 因為戰鬥部隊他們不容易去上課 假設你如果四年一簽 他繼續再簽制願意的話 服完第五年 我們設定五年好了 假設他第六年出去念大學 你把那個 尤其你可以用基點的那個算法 如果他願意來自願意 他願意簽我們的戰鬥部隊 他服完五年以後 政府補助讓你去念四年的大學 那個基點為什麼很重要 你把機關學校的基點 每年算一點就好了 然後你如果到我們的戰鬥部隊 我每年給你五點 你在機關單位學校 你必須服完五年 你才可以跟他一年做比較 我相信這樣的吸引 可以讓更多人 願意到我們的一些野戰部隊 或者大家不願意去服的這些兵種 或者你不容易目到兵的這種狀況 可能會有所改善 好不好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那個委員剛剛提了很多意見 我覺得很有道理 我們後續會哪路推動 其實某些部分 剛剛招委也是給我們同樣的這些指導 我覺得很有道理 我們下面會繼續推動 副部長應該全面修 而不是只有一部分 我覺得你今天整訂的這一部分 對我們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們希望可以 你今天已經提出來了 那可能會還是進行討論 可是我們希望做到的 你如果要讓莫兵志成功 你應該要有更多吸引的做法 全面的檢討 而不是一條一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呂孫林委員 那呂孫林委員質詢結束以後 大概在11點05分左右 我們進行這個條例的討論事項 請呂委員 謝謝主席 有請副部長 委員好 副部長您好 我想 莫兵志的問題 一直以來都是我們委員會在討論的問題 那今天為了要推動 順利推動莫兵政策 那也我們國防部也提出了 軍事教育條例的一個修正案 所以我有一些問題就是 而莫兵志的一些問題 還是想要請教副部長 在現行的法律當中 有關於提供官兵進修法源 就有三個 推動莫兵志戰行條例第七條 還有軍事教育條例第21條 還有現在我們國防部又提出了 軍教條例第21條之二的一個修正案 我想請副部長說明一下 這三條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個 戰行條例它只是一個法源 而且它是有一個弱日條管 它到109年它就要結束了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藉著這個戰行條例 我們要落實在各個相關的法 來協助我們推動莫兵志 這是我們的修法的基本的精神 好 那你剛剛提到說 戰行條例呢 在109年就會有個落日的一個狀況出現 那還有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提出 基於提出這樣的法案 有什麼樣的原因嗎 就是因為它有落 它萬一落日的話 我們再推動這些東西 我們都沒有法源依據 沒有法源依據 對 那問題是 所以你是為了要 對 我就把這個都修好了 其實它落日了 我最起碼可以 法制化我就可以 做我應該做的事情 好 跟委員報告 再來我想要請副部長看 兩份民調的東西 第一份呢 是在2010年募兵志準備要實行的時候 由104人力銀行所做的一個意願調查 那其中上班族意願投入職業軍人的部分呢 有五個原因 第一個是穩定的薪水 第二個是諸多的福利 第三個是退休奉制度 還有健全的升遷 還有一份可保家為國的神聖工作 所以在當時2010年的時候呢 社會上的氛圍 從軍的意願重要原因 都是在薪水和福利制度上面 那第二份呢 是去年2015年 由一家線上的民調公司 所做的一個意願調查 那其中意願加入我們軍職的主要原因 有前三名的東西 也就是第一個薪資與福利家 第二個有退休 退伍金或終身奉 第三個不應景氣 而有招裁員的一個顧慮 所以從2010年到2015年 我們可以從民調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從軍的意願都是經濟的因素所影響 所以我想請教部長的就是說 我們國防部對於民眾從軍意願有沒有做過調查 那調查的結果是怎麼樣子呢 我們有做過這方面的調查 委員好 我向您說明一下 事實上每一年我們對於這個志願意義 這個官士兵我們都做這個調查 意見調查 那麼對於他在工作 薪資待遇或者是相關 剛才委員所講的相關福利的這個設施上 還有領導統一內部管理上 他們有什麼意見 那麼事實上提出來這些得到的這些數據 基本上他滿意度比較高的 基本上還是剛才委員所說的那幾項 但是我想任何一個團體 包含軍人這個團體 那麼基本上因為軍人 他是一個很特殊的團體 他必須要保家衛國嘛 所以他的這個自由度是受限制的 他的工作是沒有所謂定時的這樣一個區分 所以他臨時的狀況很多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福利待遇跟薪資 還有其他的這個制度配套上 希望能夠對這群志願意的官士兵 能夠有一個合理的照顧 這是我們國防部的一個基本政策 好 我希望你提供這份調查結果給我 可以 好 再來就是 我在國防部的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的網站上面 有看到一份有關於從軍意願的調查的問卷 那我想請問副部長 我們這份問卷目前有多少人填寫 有多少人填寫過這樣子的一個問卷 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 這邊有一個數據跟我們報告一下 好 103年有效問卷是949 104年是2140 105年到目前是509 總共已經有3598 有效問卷 有效問卷 是的 所以是從103年到105年嗎 是的 是的 所以這中間的數據我想請你們也提供給我 我們可以詳細提供給委員 好 謝謝委員 好 再來就是說 在問卷當中呢 有提到的就是說 有意願加入軍職的原因總共有15項 這15項 我想請問一下這調查結果裡面的最多項填的人是哪幾項呢 最高的吧 最高的吧 是69.4 就是薪資福利 薪資待遇還是排在第一位 跟委員差不多 跟委員 第一個是薪資與福利 第二是有推伍金終身鳳 第三個不以警戒查 我們的意願調查的結果跟剛才委員提供的大概差不多 所以這幾年來看起來 大家願意從軍的一個目的還是因為福利好嗎 不是這最大的誘因啦 最大的誘因 最大的誘因 好 再來 問卷當中呢其實有提到說 不想加入軍職的原因共有19項 那我想請問一下最 調查的那個比例最高的是哪一項呢 第一項他目前不想加入的第一個是 也有選擇其他工作規劃 也有選擇其他規劃是第一項 第二個是沒有私人空間還隱私是第二項 第三是無法適應軍中生活等等 第一項是他有別的工作了 他可能覺得別的工作更適合他 更適合他去發展 對對對 這一部分是我們比率最高大概佔了45.9% 好 再來 問卷當中其實還有一題呢 是說 何種情況的改善會提高你從軍的意願 那這個調查結果是怎麼樣子呢 這個是 第一個推動 推動每日上下班制度 但是我們已經在做了 我們已經盡量 我們有關這個今天開放外散訴這一部分 當然我們有機關學校是已經是上下班 但是對部隊來講他受到一些任務 戰備任務等等影響 目前我們也盡量在不影響戰備執行狀況之下 可以實施外散訴 這是他們所提出第一個就是希望每日上下班 每日上下班 是的 好 我想剛剛這個問卷裡面的一些題目呢 還有答案都是會影響到我們民眾從軍的一個意願 那有了這些我希望就是說你們要依據這些數據來做一個 我們推動募兵政策的一個方向的一個改進 修進 那這樣子呢 才能讓我們招募國軍才能達到最大的目的 是 好 再來就是 呃 想要請教部長 副部長的東西就是說 105年在各營區教學點所開設的學務學程專班 總共有28個 那有12個學校在營區內開班 那其中呢 我發現說 我們開設的科目有休閒管理 健康管理還有應用外語 所以我想知道說 這些開設的科目所授課的內容都是什麼 可不可以請副部長這邊做說明一下 細節部分我們可能 這個要各學 目前28個專班 對 最多已經有到16個學校 至於裡面的那個 他上課裡面的每一個科目 我們怎麼立一下資料提供給委員好嗎 好 再來 請教副部長就是說 我們國防部呢 在營區裡面開設的證照培訓專班 那我在裡面有看到一項就是 芳香精油證照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上課的內容是什麼 那這樣的專長呢 怎麼樣銜接我們在軍中的生涯的一個證照 這是給他學第二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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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下去以後他也能夠有專業 所以這跟軍中是沒關係的 是讓他退伍之後可以去 對 他讓他安心 這是出路的問題 這不是專業的問題 所以這是設想到他們 對 設想到說他總有一天要退伍啊 我們希望在國軍他是一個很專業的軍人 退下去他也是一個有專才的 可以從事某一種行業 這是我們的整個的多元化的一個想法 好 那再來第二個 還有商禮服務證照以及華語領導 領隊導遊訓練班 那這個內容呢 這也是也是多元化嘛 他覺得他適合去當導遊 他參加這個班 他一退伍下去 他就可以去接軌了 他就可以去葬儀社工作 去按摩店上班 他如果有這個興趣 當然個人有個人的興趣 好 再來 這個呢 是我看青年日報 他所報導一個軍… 我們的弟兄 他所在我們軍中所授的一個資訊 那他所授的一個東西 是通訊產業必備的一個證照 其實我覺得呢 我們國防部的 所開設的一個證照班 應該是要朝這樣的方向 讓他有個專業 讓他能夠在我們軍中 發揮他自己的所長 他所學的東西 這才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那我希望在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我們國防部 副部長還有我們相關的部會單位 可以做一個檢討 好嗎 委員講得很有道理 我們也是朝這方向努力 我們也鼓勵 兩邊都能夠結合 是以最高的資源 對 就在營內的專長 跟下去的專長 是要一致的 銜接的 這是當然我們列為優先 鼓勵他們來做的事情 好 我希望副部長 要從這個方向去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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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永明 徐永明委員沒有到 林德福委員沒有到 顏寬恆委員沒有到 陳怡潔委員沒有到 陳怡潔委員沒有到 劉兆豪委員沒有到 林俊憲委員沒有到 陳歐柏委員沒有到 徐國勇委員沒有到 廖國勇委員沒有到 陳奈宿委員沒有到 陳奈宿委員沒有到 徐禎委員沒有到 徐禎委員沒有到 王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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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文 陳明文 陳明文委員沒有到 蔣乃欣 蔣乃欣 委員沒有到 周承秀俠 周承秀俠 委員沒有到 羅明財 羅明財 中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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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志陽 沒有到 本次議程 已經登記質詢委員 除了不在場之外 都已發言完畢 報告及尋答結束 那處理臨時提案 共議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 臨時提案 有鑑於我國軍事教育院校 對於現有 中國軍事研究能量之不足 考量培育國軍戰 請研修人才之需求 鑑請國防部應請訴就徵設 中國軍事事務研究所 以示規劃推動 是否有盡情公爵 提案人 王定宇 劉世芳 羅志正 陳廷菲 蔡世映 李孫林 以上宣讀 國防部有沒有意見 我也有意見 請說 我非常尊重剛才幾位委員提案 但是第一個依據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那對於中國地區 我們都是用大陸來做一個說明 那我們也查了目前建門大學 淡江大學 他的研究所都是大陸事務研究所 所以有關這個中國軍事事務研究所 這中國的部分 我們建議改成大陸軍事事務研究所 可能會比較妥欠一點 包括安比 來 王定宇委員 可以 是 謝委員 我怎麼可能同意 這當然是中國軍事 對 我不認為應該改 或是你要把它改成中共 我還可以接受一點 你要改成中共也可以 好 中共可以接 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 是的 是的 好 報委員我們回去 是 中共可以是嗎 中共勉強可以接受 那我還是覺得維持中國比較好 尊重人家國家的名稱 不要隨便改 你可以接受中共嗎 看我們聯署的其他委員 我是希望還是維持中國軍事事務研究所 因為你這研究所將來會非常的國際化 你這個研究所的內容 美國 日本 亞洲各國 其實都很尊重這個研究所 你叫大陸的話 你英文還是要翻成中國 我們建議是不是用中共可能會比較 這個我們現在陸委會 也定調我們稱呼 對岸叫中國大陸 稱呼我們叫台灣 所以你也可以用中國大陸 軍事研究所 也可以用這個名字 副部長 我不想這名詞為難你 謝謝 兩岸事務 兩岸事務或者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個是一個事情 但我們在國內設置研究所 不要自己綁死自己 那叫中國 我的提案是叫中國 趙委委員 我的提案是叫中國 這個軍事事務研究所 那真的在籌備設立的時候 名詞的時候 我們到時候可以討論 這樣好不好 你不要去改我的提案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就是那個國防部也表示 他們希望在名稱上面 能夠稍微有彈性一點 那到底到時候做什麼樣子的名稱的話 就再請委員來指導 好嗎 好 謝謝 那我們就臨時提案 就是有附帶決議的修正通過了 那本次會議有委員徐志榮 提出書面質詢 請列入紀錄並且刊登公報 也請相關單位 以書面在兩週內答覆 委員口頭質詢 未及答覆部分 或要求補充資料 也請相關單位 以書面在兩週內提供 那我們現在先處理第一案 是105年度 國防部及所屬主管 教育訓練 預算凍結 300萬元的案件 各委員有沒有同意解凍 我有邀請國防部提供一個資料 但國防部給的資料寫得不是很完整 我能不能先請我們國防部再說明一下 這個案子啊 就是兩億多元都是在國防大學裡面做委託研究費 沒錯吧 是不是 是總共多少錢 總共總共就是400多萬而已 對104年 所以104年裡面只有400多萬是委託國防大學 那另外其實它是接近兩億咧 因為我看不懂那個內容 所以特別再問一下 我們請她再說明一下 好 是不是請國防部說明一下 剛剛蔡世穎委員有說 我們有委託研究計畫 總共兩億多元到哪裡去了 誰要回答 麥克風好嗎 或者是到背巡台 這個剛剛回答一下蔡委員剛剛所提的 我們國防大學所受的委託案 就是國防部各單位 他認為在學術或是研究上面有需要 他經由我們學校委託們 來做招標 還有這個資料審查 那104年我們學校所受到的這個 所接受這個委託案子 一共有8個案子 總金額大概400多萬 在這邊向委員 先做個報告 那我不曉得那個兩億是 是指哪 是指哪 你們在那個給來的 立法院關係文書裡面寫的啊 因為之前的我沒看到齁 你的說明二 的123 第三行 原針對第三幕教育訓練業務 國防大學所列2億 2156萬中 凍結300萬 在立法院向外交國企國防委員會提出 改進措施書面報告金 同一時的動詞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總共兩億 兩億兩千一百 是什麼東西的錢 因為我們前一屆 第八屆我們沒有審到 所以我再問你們這個問題 報委員那個 您提的那個是我們 國防大學提供的那個報告 書面報告你提的兩億 那兩億那個應該是整個 國防大學它的預算的部分 那屬於委託研究的部分 就是 是這樣子 那兩億是我們的教育 教育行政費 還有一些 整個科目的行費 那至於委託案只有四百多萬 是 那所以是不同科目的預算才對啊 還是同一個科目 報告委員那個應該是 在國防大學本身經費裡面 那剛剛講的那個委託研究 它是用途別的科目 對啊 所以應該是分開 對 那麻煩你把原來的那份也給我 因為我們沒有第八屆你們的預算書 不好意思 是 你把那份再給我一份 是 是 好 那各位對於這個三百萬元的 預算凍結案 可以解凍嗎 來 我請問你 這個案子已經都招標出去了嗎 招標出去了 OK 那意思就是非解凍不可 沒有 也不行啊 沒有 委員動的是一百零五年的計算 但是現在委員手上一百零四年的 對 我現在一百零五年的部分 你們說相關的題目 還沒有 還沒有 所以題目定出來有沒有 幾個案子 十個案子 所以一個案子平均三十萬 也不是 也不是 沒有沒有 一百零五年的我還在出來講 對 資料 因為你給我一百零四年 沒有被異議 我現在一百零五年的部分 到底有幾個案子 然後你們本來預估的那個審查 決標 乃至於未來齊承 現在已經六月了嘛 是 坦白講 一個案子三十萬 要是我去學者的話 也做不了 那是做義務工了啦 是 那就是說到底我們這些案子 有沒有影響到 實際上這十個案子的推動 如果沒有的話 是不是要怎麼調整 也非常沒有問題 但只是說 提供個資料讓我們知道一下 到底這十個案子是什麼 配合我提供資料給委員 你是說一百零五年的 還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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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沒有解凍 他怎麼對外招標 沒有啊 還沒有招標 都沒有啊 是 還沒有招標 那你是說招標以後 請提供給羅志正委員 我現在提供的單子是說 我們一百零五年 預畫有這十個案子要委託 就讓我們知道 大家哪些案子 你看一下一百零四年 就知道一百零五年 是一樣的案子嗎 差不多 沒有一樣 跨年期的 沒有吧 案子是不一樣的 但是一百零五年 我倒是覺得羅委員 或羅教授 你可以看一下一百零四年的部分 那裡面大概有很多 的paperwork很多了 希望能夠比較有實質的效果 我剛才講嘛 三十萬就是大概就是一五 是啊 這個三十萬做不到 什麼研究啦 坦白講 那羅委員要增加他們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是十個案子 一個個身 沒有 主席我要講 以一般的學術界的行情 坦白講 你三十萬案子 分十個還不 五個案子 各六十萬 這個它得出來的效果 跟那個深度可能是不一樣的 你不要會量 而影響到那個值的部分 我另外跟你說了 報告一下 這個一百零五年 這個十個案子 事實上 你們凍結的不是凍結這個案子的 這一百零五 你們凍結是凍結到別的案子 別的 我們就搞混了 本來沒意見 現在突然有意見了 一百零五年凍結 那個是研究計畫案嗎 三百萬是什麼 三百萬大概是什麼 那項目是什麼 具體內容是什麼 這國安部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是你們行文叫我們要 預算凍結的解凍 結果你們講不出來 這個 這個 是研究的部分 對不對 三百萬大概是什麼東西 或者你可以拿麥克風 報委員那個 那個 因為這個整個報告 是國安大學提的 那當初是針對整個理念 國安大學沒有人來 教育長 教育長 是 沒有 重點是這樣子 對不起主席 當時凍結理由是說 國安大學本身並不負有研究的責任 對不對 國安大學就是只要教學為主吧 那研究是個別老師他的研究嘛 除非像國安部裡面的智庫那不一樣 那所以說你要提出解凍的理由 有時候國安大學有這個 研究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需求 或研究的這種必要 那到底三百萬凍結的是哪一塊 是本來你們研究計畫這一塊 對不對 還是什麼 我現在已經搞混了 三百萬凍結的內容是什麼 三百萬凍結部分是凍結那個 教育行政費的部分 是 你看一下那個 我們自己立法院公報裡面的 包委員他凍結的是 整個是國安大學 兩億多裡面的 有關他這部分 他科目裡面 教育行政科目裡面的三百萬 主席我再確認一下 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說 上一屆的立法院 因為你們的國防部 國防部委託國防大學委託案有意見 所以凍結了另外 國防大學的教育訓練費用 是 那為什麼上一次 不是直接凍結委託案的費用就好了 對啊應該是這樣才合理啊 對 他是拿別的案子 然後凍結國防預算 教育行政科目 所以你們是受害者啊 不是 你不可以講受害者 講受害者上一屆我 不是 加害者不是我們 不是受害者 那個 趙偉 這個 原來這個案子應該很輕鬆可以過 我是覺得 說明有時候言多必失 你被動的就是 教育訓練業務 兩億多裡面的三百萬嘛 對 那這三百萬 凍結起來會不會影響你的教育訓練業務 你去報告那個 發包十個案子幹嘛 他是用這個案卡甲案啊 但那個案子 不是被凍結的標的物 是 所以我就說 第一個 當時如果有附帶決議 針對你們其他的案子 你們要把那個決議講清楚 第二個 這三百萬 佔你們兩億兩千一百五十六萬裡面 其實比例 不高 我們有時候一砍砍一成的話 這個還變偏低啦 所以 這三百萬 有沒有影響你們業務推動 你要打動我們嗎 要不然這三百萬 其實在我們一般預算裡面來講 它佔的比例其實是 相對低的啦 以蔡思英以前當議員 他一砍都砍兩成的 蔡兩成啦 對啊 我再補充一下 那今年一百零五年度 有沒有繼續國防大學代辦 國防部委託研究案 有 所以還是一樣啊 你們沒有去檢討說 要不要去接這個案子啊 還是說乾脆拒絕 然後請國防部自己 在他們那邊啊 我知道 國民黨 好吧 國防部委託 我們 我們先讓這個 我們只要釐清到底 我們是 動了哪一塊 然後哪一部分 是應該你們要解動的理由 我怕那個 現在如果說 沒有考慮的資訊給你 反而弄亂了 我們也不好意思 我們下去以後 我們國防大學會把一個詳細的資料給你看一下 那好吧 幾位委員都非常認真 那我也請國防部的相關人員 可以再針對這個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預算凍結這個案 再 個別跟委員做一下 詳細的說明 是 包括很多我們的委託案也好 或者是因為兩億多的這個部分 因為 畢竟這一屆委員跟上屆委員 並不同 樣的人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 資訊上的落差 請那個國防部的相關人員 對資訊上的落差 儘量給我們本屆的委員補足 好嗎 一句話就好 其實你們結論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依法、約法 你們當然可以接受國防部的委託 但是這是105年度已經編了 你們甚至可以在裡面講說 以後我們不再接受國防部委託 我也沒意見 國防部要找編去研究 我都沒意見 是可以的 因為一般大專業學老師做研究 因為你們有專門研究單位 國防大學沒有 是個別老師去接研究案 還是有專門的研究單位 在接研究案 就是 招標之後 會有外面的 學術研究單位 所以委託你們再招標出去 那幹嘛國防部還要做這種動作 我都不太懂 是一定要透過白手套你們去 不是 他們對學術需求審查 比我們國防部內行 所以才請他們做 是這樣子 那就這樣講就好了 那這個副部長講就通 謝謝 比他們 你們現在寫得好 難怪你當副部長 謝謝 這個內容 這個說法絕對比國防部 現在講一大堆 所以我 道官大學寫那麼多我看不太懂 好 所以國務院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有關於這個 預算凍結三百萬的部分呢 就同意解凍 那有關這個案 就是國防部 105年度 國防部跟所屬主管教育訓練 預算凍結三百萬元 已按同意動支 送請願會審議 那願會審議的時候 是否需要黨團協商 國民黨的黨團的人在嗎 不需要 不需要黨團協商 好 謝謝 請問 你們國防大學 委託辦理有沒有收行政管理費 還是收手續費 沒有沒有沒有 做白工喔 對啊 因為我們是大學生好 白工 好啦 好 我想這個羅智政委員 還是對於這個部分 有那個啦 很多需要垂巡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十分鐘 五分鐘到十分鐘 等他就回來 繼續審查軍事教育條例的部分 三個條文 讓他們 上下 有一個提供的規模 上下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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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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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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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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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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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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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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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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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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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